那说到玩儿呢 我们不得不提一位 旷古绝今的女玩家 话说在1100年 大宋东京汴陵城郊外的一处别墅里 一群文学家聚在了一起 当时的人呢 流行写词 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些东西 谁得到了一首好词呢 都要拿出来学习一下 在众人的注释中 一张白纸缓缓的拉开 上面写着一首如梦灵词 只有四句 众人看完之后 愣汉就下来了 一个老前辈就说 我这一辈子也写不出这样的词 其他人一脸沮丧 倒在椅子上面思考人生 这首词的内容是 昨夜雨书风筹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一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瘦 这首词出自于李清赵之首 当年只有十六岁 那此前有个热播剧 叫知否 讲的是圣明兰圣大妈的故事 这个圣大妈的历史原型呢 就是李清赵 这首词一问世 轰动了整个京城啊 那有人赞誉 当然也有人不屑一顾 就认为这灵感一来 昙花一现而已 文台上这样事还少吗 很多呀 你比如说唐代 有个诗人叫崔浩 写过黄鹤楼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写完这首黄鹤楼之后 崔浩再没有佳作了 然而接下来 李清赵的词 频频在坊间相传 而且每一首的质量 相当的高 误入偶化深处 惊奇一滩欧鹿 此情无忌可消除 财下眉头却上心头 莫道不休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现实呢 啪啪打脸呢 只让文台老大爷们直呼 草帅了 草帅了 李清赵这么有才啊 与他爹的教育 是密不可分的 他爹叫李格飞 山东张秋的一位才子 不仅有才 而且长得特别帅 宋史记载 俊景义慎 正史盖装了 就是说颜值非常的高 那西英九年呢 中了进士 娶了丞相王规的女儿 这就是我们羡慕的 迎娶白富美走向了人生巅峰 当然啊 更让他有名的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号称千古第一才女的宝贝女儿 李格飞给女儿找的家教啊 都是朝补之这种端位的 朝补之跟李格飞是师兄弟 知道他们的人不太多 但是他们的师父 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那就是苏氏苏东坡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 诗词歌赋 那就是家常便饭 而且李格飞就这一个姑娘 特别宠爱 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嘛 那李星照在老李家 就是女王大人的存在 想干什么 咱就干什么 哎 他特别喜欢喝酒 天天喝 年年喝 一喝就多 一喝就醉 什么叫千古第一才女儿 就是喝多了 随便整两句 都被奉为经典 你比如说啊 下一场大雨 要喝 昨夜雨书风筹 浓睡不消残酒 没少喝呀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看那海棠花眼都运了 英式绿肥红兽 出去游玩还得喝 长季西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喝得找不到家了 然后就误入藕花深处 惊起了一滩藕路 过节什么呢 重阳节 那必须得整两钟啊 东里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永秀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那孤独的时候 那更得喝点的 炸暖海寒时候 醉难将吸 三杯两盏淡酒 怎滴他晚来风节 那李清照除了创作之外呢 还进行文学批评 也就是怼人 整个北宋词坛 被他怼了一遍 被公认的千古第一文人的 苏氏的词怎么样 李清照的评价是 不讲音律 哪像个词的样子 一带见宽 宗不回 卫衣消得人憔悴 刘勇写的如何 庸俗 没有格调 无可奈何 花落去 似曾相识 雁归来 雁书怎么样 小情调 没有大气魄 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 秋间去 欧阳修 如何 没意思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秦官的总可以了吧 李清照说 透着一股穷酸味 王安石增贡黄廷间的 行不行 李清照说 不咋地 根本就堵不下去 这就叫 怼天怼地 怼空气 大宋斯坦 解罪牛皮 这种评价 那我们只能套用 周星石电影 破坏之王里边的 那个大师兄的 一句话来说了 我并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 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哎呀 真是不把奔雷手 文泰来放在眼里啊 人狠 路子野 社会我召解 除了喝酒 写词 他还特别喜欢 赌博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 于性喜伯 一听说 谁家有三缺一 他赶紧去 而且是费寝忘食的 他对当时 各种赌博游戏 非常擅长 你像什么 檀棋啊 大小啊 猪啊 祖鬼啊 胡话啊 无依不惊 逢赌 毙 那此生罪恨呢 就是能够一败 但是可惜呢 他是独孤求败的存在 所以为此写了一部 达马图序 成了当时 汴京赌徒 人人必备的赌博秘籍 他最后总结了这么一句 会计通 通计无所不达 专计经 经计 无所不妙 人要是聪明嘛 就没有什么不知道 如果再专心呢 那造诣就更深了 就会通晓所有的奥秘 赵姐这样一个喝酒赌博 写词的才女 有人敢要吗 当然有了 而且是抢手货 当时的宰相赵挺之之子 赵明成 相中他了 所以18岁的李星赵 嫁给了赵明成 于是就产生了 更高级的玩法 这个赵公子啊 这个爱好比较独特 他喜欢金石学 前面咱们不是说 王羊直喜欢大德吗 言人这也不对 这也喜欢金石 金石学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古玩呢 名人自画呀 踏片呢 就这类东西 就这么说吧 赵明成就是 当时宋代版的马威徒 所以李星赵 忽然发现了新天地 两口子就游历大山明川 寻找各种奇书 塔片古玩珍宝 整整弄了15间房间的宝贝 并且对此进行研究考据 撰写了金石路 成为了考据学的重要著作 但可惜好景不长 爆发了靖康之变 宋朝被金国给灭了 当时赵明成任江宁之府 也就是南宁市场 镇守着龙盘虎居的战略要敌 但是没想到的是 赵明成弃成逃跑了 而且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万里江山就此沦陷 这就成了李星赵心中的一根刺 当时朝廷上上下下 都在一片浑浑噩噩当中 都想着怎么跑 皇帝也在跑的吗 搜山捡海逐兆沟 大臣们也都跑 没有人 很少有人去抵抗 这面对此情此景 非常无奈的李星赵 就写了一首诗 声当做人节 死意为鬼兄 至今思象语不肯过江东 这个女玩家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在大义面前绝不含糊 摇身一变 从只会玩的小女人变成了金国英雄 如果说此前李星赵充满着社会气 此时的李星赵则充满了英雄气 南宋绍兴三年 南宋派出使者与金国议和 朝廷上下一片欢腾 终于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了 又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在使者出发之前呢 李星赵给他们写了一首诗 有这么一句 欲将雪泪 济山河 去洒东山 一抛土 一介女流 土壮怀激烈之言词 足以让所有男人的汗言 这就是李星赵凭什么与岳飞 新戏集 陆游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前半生写了婉约的诗词 而是因为这份英雄的志气 好了 简单的给你介绍到这里 介绍了几则小故事 算是抛砖引语 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篇幅呢 短小青汉 历史观点深刻尖锐 全景勾勒出了中国历史的全貌 本书六大部分有一个清晰的指向性 那就是阅读历史 了解过去 为了当下的思考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好的人生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 以上就是我与你分享的 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的心得 有什么意见 欢迎给我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